是这黄秋生变态电影的又一部匠心之作 也是风月女神叶玉清演技的风神之作 这部电影恐怖的点不在于三惊鬼魅 而是那种极致的变态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 鲨鱼带大家一口气看完经典犯罪片 盲女7290 黄狗已达马请放心观看 女孩名叫阿湘 刚从美国动完演技手术回港 医生告诉她会失明72小时 丈夫阿友则是一名心脏科医师 她又去澳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研讨会 所以只能吩咐家中的保姆照顾妻子阿湘 而丈夫前就刚走 保姆也请假出去买药 实则是也和男友一起去约会看电影 就这样家中只剩下阿湘一个人了 女人百无聊赖的逗着狗子玩 其留一个陌生男人走了进来 她声称自己叫做黄狗 是丈夫阿友的小学同学 认识很久了 是小学同学 我的外号叫潜水艇 老是把手伸进马桶里面捡东西的那个嘛 穿短裤不穿内裤 你老公上课时还尿裤子 不晓得尿多少次 娘人在门外聊了许久 一来二岁之下 阿湘便慢慢放下了黄备 说着要想黄狗进屋喝茶 对了 家里只有你一个人 是啊 我又人上街买东西了 哦 那我走了 再坐一会儿嘛 不要了不要了 那不太方便 听到这话 黄狗便着急忙慌地离开了 来到夜晚 屋外下起了瓢泊大雨 但前去买药的保姆还没回来 让阿湘属实有点着急 女人拄着拐杖 想要把窗子关上 可这时候 门铃就响了起来 原来是黄狗来了 他声称自己叫不到车 于是前来躲椅的同时 还顺便帮他关上了窗户 阿湘也没把他当外人 就说让他换身干净衣服再走 谁知换了行动都 等到听见关门声才放松下来 随后摸了 他把玉帘拽了下来 然后穿着睡衣就走了出来 他到底是要看看 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 敢撕上民宅 黄狗开始了贼喊捉贼 阿湘虽然是看不见 但他隐约感觉到是有不对 女人想去报警 不留电话线却被剪断了 话说 黄狗递给了女主人阿湘一杯牛奶 殊不知里面早已被男人加了料 阿湘倒头就睡 直到第二天 黄狗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女主人说我们赶快报警吧 之前黄狗却装模作样的走到电话旁 每一句话都残留着破绽 电话可以打通了吗 你到底是谁 你快点走 我老公就要回来了 原来阿湘的丈夫因为在外面沾花惹草 同时也给黄狗戴了帽子 他怒火中烧 计划着何时将男人的妻子囚禁起来 而现在机会来了 他不想有任何人来打扰到二人 所以便把保姆绑在了后备箱内 还把家里的门窗全都给封上了 面对这些 阿湘十分害怕 但黄狗提出的要求却越来越过分 女人伸着自己眼睛看不见 更不是她的对手 于是便主动讨好黄狗 可对方却一个劲的羞辱她 还让她必须回答 不出所料 女人的宠物被搬上了餐桌 黄狗还吩咐她一定要吃光 可阿湘嚼了一口差点远出来 但男人却命令她不要吐 阿湘只得以上厕所为由 在洗手间里狂吐了起来 她歇斯底里的大喊着救命 但转念一想 方圆机里肯定是听不到的 她一定要冷静下来 于是阿湘假装校转病发作 必须马上吃药 而黄狗更是怕她太早死掉 于是就将其关在了房间里 开车出去买药 而阿湘也开始找起了手提电话 好不容易翻了出来 却发现电话没电了 于是她又小心翼翼的去楼上充电 起了黄狗这时却杀了回来 阿湘其中生智 将手提电话藏了起来 黄狗看她满头大汗 就扶着她回床上休息 然后女人悄悄的把电话放在了地板上 黄狗非常的火大 必须让阿湘过来陪自己 可一个小偷却悄眯眯的闯了进来 小偷看到眼前这个漂亮的盲女 脑中瞬间就闪过无数的歹念 于是她心生一计 把少福阿湘给绑了起来 女人警告她赶紧把自己放了 不然是会没命的 但小偷哪会轻易相信独居少女的话 这时候 门口渐渐出现了一个人影 还来不及反应 小偷就被黄狗举了起来 扔在了地上 然后对着她就是一阵狂踹 最后再拿出一把剪刀 断了她以后的邪念 这时候 保姆的警察男友敲向了房门 而黄狗也假装自己是这里的主人 便蒙混过关了 可警察没走多远 就想起了女友给阿湘两口子拍的照片 她定睛一看 刚才的黄狗是个假主人 于是便立马调到回去 可她没黄狗会玩心眼 最后被埋伏已久的男人连捅数刀 当场毕命 黄狗信想此地不宜久留 必须要保夺妻之仇 危机关头 老公阿友出差回来了 她以为阿湘不守妇道 殊不知黄狗早就成了杀人狂 丈夫直接抓住男人扔在了一旁 然后便质问起了阿湘 可身后的黄狗却掏枪将他寄倒在地 这时候阿湘的视力也在逐渐恢复 隐约间能看到东西 就当他们扭打在一起的时候 阿湘竟关掉了房间内一切的灯光设施 黑漆骂屋的身手不见五指 但请别忘了 这几天的阿湘已经适应了盲人的生活 彼时的女人却占了上风 对着黄狗一阵抽打 但男人却悄悄地开了灯 而阿湘却还在假装失明 于是便趁其不备 用花瓶砸向了他的脑袋 然后又拿起大铁铲 抽向黄狗的后背 直到他没了动静 在他失明的72小时内 令阿将从一个善良单纯的少妇 变成了无所畏惧的孤勇者 令人到此结束 关注沙拉辣椒 我们下期再见